记者徐盛伦新北报道,36岁男子游落兴不满55岁房东郭庚,将他原本位于新北市永河驱逐林路91校公寓地下室的套房租给他人。 16日下午气的上门理论,为了双方一言不合,尤贤一刀就往郭南心脏刺去,郭南逃到大街求救,宋仪仍不治。 尤贤担心被警逮,竟将胸刀拿到土城某宫庙藏匿,最终还是逃不过法网,胸刀藏空庙之举,尤贤向警解释,是为了消业障。 警方表示,尤贤向郭南城租套房,起初三个月使用月租9000元方式缴租,本月份则改为日租300元方式交租。 由于尤贤15日没有回到套房,郭南上门收租不成,遂将门锁换掉,并将房间租给其他人。 16日下午4时许,尤贤回到租屋处,发现门锁被换,气得找郭南理论,双方在出租套房外走廊争执,郭南说你昨天没回来交租,我已将房子租给别人。 尤贤则不满回应我的内衣裤都还在里面,我现在给你300泥给我开门。 郭南不从,尤贤则枪你给我等住。 宇贤便走出公寓,尤贤置竹林路某生活百货购买100总长约30公分追过刀,再回到租屋处,这次他建筑郭南也不给他说话机会,直接往他左胸狠刺一刀。 这一刀让郭南赶紧跑到大街求救,尤贤则趁机骑机车逃跑,而郭南精进销送一后不至。 尤贤先是跑到土城延吉街某宫庙,将凶刀藏在神坛前跪殿下,接住又跑回永河中正桥下河堤。 警方于当晚十一时许逮获游贤,真讯时,游贤承认一时冲动杀人,并说凶刀藏神坛前,是为了不被警戴消业障。 讯后,警方依杀人罪嫌将游贤移送法办。